BAM! 这是最新纳米喷雾消毒枪 今天我不是主角 所以你们不需要看我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这个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这个 纳米喷雾消毒枪 废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这个开箱 介绍它的包装 这里它会有 Mention是K5 Pro 也就是K5的升级版 然后它会有霸展的 这个蓝光 然后这是它的名称 这个是它的Quality 然后这里有三个Icon 第一个它就是说 它是纳米喷雾 也就是Nano Spray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是有三个档次 但是我是觉得是两个档次 严格来说 就是它第一按就是低档 然后第二按就是高档 然后再按多一次它就是关闭 它应该是Mention三个Button的用处 它是通过USB-C Type-C的Cable来充电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快充 这里也是它的Icon 就是八盏灯 然后USB 然后有三个档 Nano Spray 然后正面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消毒枪的那个模型 然后它有Mention Up 就是它的Button 这是它的一些Info 所以我们直接打开这个消毒枪来看看好不好 所以我转过来 OK 所以我就打开 来 我们来看看一下 OK 首先拿出来就是这个消毒枪了 OK 它里面会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消毒枪 第二个就是这个资讯卡吧算是 OK 然后接着也就是这个Type-C Cable 快充的那个充电器 OK 所以这个我把它放在旁边 Alright 所以我们直接打开这个看看 OK 我觉得它的质感是蛮不错的 你们可以听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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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它会有Mention就是 就是有Charge 然后 Low 还有Hide Low就是低档 然后Hide就是高档 所以它有两个档次 然后这里它有霸展的那个蓝光 所以这个是它的枪头 就是会喷出消毒液的地方 然后这里 哇 这个是直接印上去的 就是它的名字就是Nano Spray Machine K5 Pro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 蛮美的这个 这个地方 设计到 所以是蛮 蛮OK的 所以我打开一看 OK 所以我直接示范开一点给大家看好不好 所以按一次就是打开 也就是低档 然后按多意思就是高档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反过来给大家看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是350ml的罐子 那我们来装消毒液 OK 所以我们装进去也就是这样 锁起来就可以使用了 OK OK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产品的展示 好不好 记得记得不可以用有酒精的消毒液来放在这个消毒枪上 因为是蛮危险的 因为有酒精它是不可以通过用电子产品来喷雾出来的 避免一些问题发生好不好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使用那种胡酒精的消毒液来放在这个消毒枪上面使用 我们也有一些资讯会放在这个 资讯栏的位置 你们可以去了解了解 然后如果你们是想要了解更加多这个消毒枪 也可以点击一下 我们下的link下面的description的位置 我也是会放消毒枪的info 你们可以去那边了解 今天我的分享也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类似这种影片 记得分享按赞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会不定时的更新影片好不好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我更加多的可以follow我的IG theadamtio 然后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好不好 bye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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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 下